对于家庭终端类产品的工业设计而言 消费者研究和设计趋势的判断 我们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去年我们和国内的高校合作 对用户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 其中就包括用户画像 行为习惯洞察 场景研究 还有CMF趋势等等 目前大家看到的这一款呢 就是基于设计研究所推出来的成果 刚刚获得了日本的GMark奖 今年我们的GMark奖 今年我们总共获得了四个GMark和两个RF 基本上都是基于不同用户场景所设计的产品 那么我们所有的设计呢 都会经历这样一种循环迭代 从消费者和设计趋势的研究入手 构建典型的场景模型 然后再进行设计和生产 投放市场之后 我们会获取很多用户的反馈 再回过头来修正 我们对于设计的判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